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为这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心愿 万无可总比你慈爱 那地诉说你的恩典 我们整个月都在准备欢庆耶稣的讲声 所以今天我们要读读在圣经里面 关于耶稣的故事 好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主耶稣 今天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 可以学习你的话语 可以聆听你的话语 可以分享你的话语 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 我们爱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现在就准备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 老师师姐说 在破利横呢 知也地里有牧羊的人 夜间呢 按着根次看守羊群 有主的食指站在他们的旁边 主的荣光 四面照着他们 牧羊的人 救生极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极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官夫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 包着布 迫在马槽里 然后那就是记号了 突然有一大擎天兵 向那天使赞美神说 在之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 归于他 所喜业的人 哇 好 这个金简呢 就告诉我们 当时耶稣的降生 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很有意思 主呢 就告诉了这些人 然后呢 我们要怎么样 是大概那两千年前 耶稣降生在犹太 破裂痕的时候呢 知道救主 降生来到世上的人 并没有几个 只有天使 只有天使向几个 以圣夜里 在破裂痕 野地里牧养的人 行显现 告知他们 救主的降生 因而 前去敬拜 耶稣的几位牧养人 而已 当时耶路撒冷的 希腊王和大吉士长 以及书记官 执政过 敬意文艺生活的 法利塞人 和赛基该人 还有其他的基民 也无人知道 耶稣的降生 所以 很奇怪的就是 从马太福音 第二章第二节以下呢 记号 可以看到东方的博士说 那生下来做 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我们在东方 看见他的心 特地来拜他 这时呢 希腊王和整个 耶路撒冷人 才惊动起来 大概此时 最惊讶的 莫过于希腊王了 他是掌管那地的王 且又出现犹太人的王 这不是很大的 冲突 急吗 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七节说 希腊王表面上 坦然自若 把博士们招来 仔细地询问 那心 是什么时候出现 并把他们去 破裂痕 打听婴孩的事 找到了 的话呢 就告诉他们 他也好去敬拜他 但是过后呢 他知道 被博士所骗 甚为愤怒 就派人到破裂痕了 叫博士们所形容的 把那 地方的 两岁以下的男婴孩 全都都杀了 你看 由此可见了 我们看到 希腊王的心里 怀着恶毒的一年 要杀耶稣 所以 在马太福音第二章说了 他们听见王的话 马就气了 在东方所看见的那心 突然在他们心的 心头的前行呢 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呢 自行到小孩子的地方 就在上头停住了 他们看见那心 就大大的欢喜 进了房子 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 玛利亚 就夫仆 拜那小孩子 拆开他们的 宝盒 拿黄金 乳香 磨药 为礼物 献给他 博士 因为在梦中 被主指示 不要回去希腊王 就 从别的路 回本地去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就看到了 真正让人 感到奇怪的事 虽然希腊王受了 冲击 耶路撒冷 成人的人 又受了惊动 但是没有一个人 跟着博士们一起 这些人的冷漠 是因为没有人 相信救主将生 这里可以很明丽地 看出了 当时耶路撒冷的人们 灵性的状况 简单来说 由此可知 可以知道 他们的灵性 已碎入了 黑暗的深夜里面 在耶和福音 第一章第十节说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几座 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 的地方来 自己的人 倒不接待他 反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铅饼 做神的恶利 这等人 不是从血气生的 不是从情义生的 也不是从仁义生的 乃是从神生的 到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 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 他的永光 真是复读生子的 永光 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降生 给了我们什么呢 盼望 叫我们灵里面呢 得到兴奋 来敬拜他 向这些博士们 来顺服他 把最好的献上 那我们的生命呢 就有了盼望 有了喜乐 有了祝福 有了平安 圣诞节 是神策给我们 救主 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 好 我们一起地图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告诉我们 主啊 你已经讲神了 你来到了世间 是来救赎我们 来拯救我们人类 我们爱你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我们奉耶稣的名 要把我们的一生 都仰望着交托在你的手里 哈利路亚 你可曾一直在追求梦想 梦成了却发觉人世不代 我如何填满我心中虚空 我如何填满我心中虚空 我主求你告诉我 每个人都会有他的理想 每个人都会有他的理想 实现了却发觉人会失望 我如何得到永恒的喜乐 我如何得到永恒的喜乐 我主求你告诉我 美梦虽然能够成真 心想虽能失省 若我心中没暗 我将你是自己 主要我先学习求他的意 主要我先学习求他的意 主求你让我只何为真爱 生活中学习去爱 生活中学习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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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学习求他